接下来今天的大世界话题要来带您看看 英国的新政府才上任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英国的监狱出现大爆满 再过几个礼拜英国的受刑人可能就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了 这将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不但这个预政系统会失灵 还有人在牢里头过着超好的日子 甚至在英国的监狱引发了不少的乱象 都让人跌破眼镜 今天大世界话题就要带您快来看看 你可以想象吗 在英国有受刑人坐牢的时候居然像在住套房一样 有一个英国囚犯他之前曾经po了一段影片向大家炫耀 说他住的这个套房里头有多么多么高级 当时公布了一段画面把大家给吓傻了 在监狱里头什么都有像商务旅馆一样 有单人床有音响有沙发 另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电视 他还可以在里头使用手机 他是在监狱里哦 他用手机上网 把这些在里面豪华的这个比较豪奢的这样的生活呢 全部都po上网 po上TikTok曝光 因此当时引起了好大的一场骚动 那么虽然后来相关画面也赶快被删除掉了 这样但是像是英国监狱的问题 就从此浮上台面 英国很多的监狱呢 都是人性化 而且是豪华的配置 现在慢慢的除了空间不够之外 也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严重的人力危机哦 根本没有什么足够的人去管这些囚犯呢 因此这些囚犯坐牢才会像度假一样这么的轻松 那英国竟然有44%的囚犯 要减的时候呈现了阳性反应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在监狱里头服刑居然还可以同时的居然在吸毒 地方不够管得又很松散 另外有一些乱象也相当离谱 来带您看看英国有一间监狱叫做万资沃斯监狱 这间监狱呢在英国非常有名 而且出现了很多次也是离谱的事件 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恐攻的嫌犯 他被关坐牢 不过他竟然靠着监狱里头的什么餐车越狱成功了 因为他在监狱里头呢是在厨房工作的 有一天逮到机会 他居然藏身在这个餐车的最下方 就这么成功的逃了出去 那更离谱的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前一阵子六月份 同一座监狱有一个女狱警 他居然跟这个监狱里头的囚犯发生了关系 而且呢还是旁边另外一个囚犯把画面拍下来之后 也把影片上传 这个事件让英国社会非常的震惊 而这些离谱的状况一再的发生 英国的新任首相施凯尔他就对此说了重话 他把这些一再一再的问题都归咎什么呢 归咎于前朝的苏纳克政府 他说前任政府太鲁莽了 所以才放任这些情况 不管因此才会变得这么样的糟糕 比他想象的都还要严重 那英国的监狱人力不够空间不够 囚犯还在一直的增加当中 监狱里头最多可以容纳多少呢 可以容纳八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个人 现在的空间只剩下 容纳不到一千五百个囚犯了 而英国呢我们看看同时 他们也是西欧监禁率最高的国家 也就是在英国当地的法规 非常的严格 十万人当中呢 其实就有一百四十四个变成囚犯 法规言常常有人就因此被抓进去 那新的监狱呢制造又很慢 赶不及这个速度 而且英国跟台湾不一样 没有什么更生人的概念 在英国的监狱里头 根本不可能帮这些囚犯上课 让他有一技之长 让他重新做人之类的 所以很多的囚犯出狱之后呢 他还有很大的机会 可能又会再犯案 法规很严格嘛 因此又再度被抓进去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多 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而这个会成为英国政府的最大难题 有没有解方呢 一起来看 彩色家具让空间氛围变活泼 设有健身房 教义厅 月览室 甚至儿童游戏室 但这不是哪间旅馆或宿舍 而是英国最大监狱 博温 黄夏监狱 在这一座数位监狱服行 不但能把自己的牢房上锁 甚至可以使用电脑和手机 待遇好到被形容室去度假 而博温监狱 趋资2.121英镑打造 2017年高调启用 号称要成为受刑人矫正的典范 却没几年就惊爆大规模丑闻 英国媒体爆料 博温监狱在短短6年内 已经因为性丑闻 不得不解雇18位女性御警 和工作人员 其中还有三位女御警 因为密恋受刑人面临劳运之灾 然而乱象却不止于此 社群媒体风传 宣称是囚犯自拍的影片 写出各种机制牢房生活 有的人的布置就像饭店房间 名牌衣服挂一整排 甚至还有加湿器 以发网友痛批不敢相信 我为此纳税 就在上个月又惊传 伦敦西南的万兹沃斯监狱 女警和囚犯的布牙影片遭流出 当事人身上竟然还佩戴着 执勤用的无线电 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 然而万兹沃斯监狱的管理不善 早已是恶名昭彰 不只爆发鼠患 万兹沃斯监狱已有170年历史 已破败不堪环境肮脏涌己 却还要关押超过1500名的囚犯 八成以上单人牢房 不止住一个人 而暴力毒品和违禁品仓决 甚至近一半的囚犯 要减成阳性反应 此外去年9月 一名21岁的囚犯 竟然是靠着扮成厨师 躲在运餐车下方 郁郁成功 但他的育友表示 并不意外凸显管理直松散 更让英国新任首相施凯尔 一上任就痛批监狱问题 是钱潮流给他的懒摊子 尽管在保守党政府 大坎支出下时的英国司法部预算遭删减 监狱署被迫缩编 人力严重不足 然而已经有预测指出 未来几年英国的监狱事务支出 每年还会再短少5.9% 英国典型长协会更警告 当前英国监狱已经逼近安全容纳的临界点 要确保预阵系统正常运作 来保障英国的司法治理威信 施凯尔恐怕已没有多少时间 灾线问题承受不到 都是 感谢您的观看